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英国重金属乐团 Dragon Force的一张宣传照 不过重点在于 吉他手Sam Tubman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件衣服印制的是一个叫做 铜骨的日本大叔 那是什么原因 让Sam Tubman对这个普通的日本大叔 如此着迷? 这个日本大叔在我们眼里 或许并不熟悉 但是他在日本可是皆知相闻 他的名气一点都不亚于人气偶像 他在荧幕前的形象 永远都在骑着脚踏车暴走 暴走 再暴走 或许就是这种暴走的精神 跟Dragon Force重金属摇滚的理念相契合 才让Sam Tubman穿上了印有铜骨的T恤 那铜骨大叔干嘛暴走咧?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兼省钱专家 这位大叔全名叫做铜骨广人 他之所以如此出名 是因为在日本一档非常出名的综艺节目 《月曜夜未央》 曾经想找一名理财专家教授理财技巧 那么问题来了 找谁呢? 普通的理财专家去上财经节目就好了 对于一个综艺节目来说 这位理财专家必须要有特别之处 重点还要有笑点 而铜骨大叔真的是这个题材的天选之人 因为他30年来除了房产以外 几乎真正做到了不花一分钱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生活品质 甚至比普通人的生活更加丰富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真正让铜骨大叔红起来的 不是他的省钱之道 而是他骑脚踏车暴走的形象 既有喜感又让人能量满满 实际上铜骨大叔早年可是日本职业匠齐名人 他的名气之大 奇异之高 让许多证券公司 让他去交受奇迹 作为回报 铜骨大叔在证券公司 也慢慢学到股票投资的学识 所以嘛不要抱怨钱赚的少 要抓住机会啊 虽然我也是个穷逼 酷酷 铜骨大叔这个人本身也是个强人 因为降旗的关系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高超 还有非凡的记忆力 在开始炒股的短短5年之后 他的个人资产就增长到2亿日元 以理财起手闻名 而他在2006年的巅峰时期 个人资产甚至达到3亿日元 可惜好景不长 F豆公司社长胡江桂文 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被捕 导致日本股市暴跌 再加上2008年9月15号 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 雷曼兄弟宣布破产 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铜骨大叔市值3亿的股票 也瞬间缩水到1亿 看着股票市场一片红 当时铜骨大叔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然而铜骨大叔转念一想 要怎么好好利用这剩下的1亿资产 努力的活下去才是重点 跟其他人买卖股票不一样 通骨大叔不仅是为了赚钱 而更看重的是 股东优待制度 那股东优待制度是什么东西呢? 那是企业像持有股票的人 赠送本公司的商品或优待券 等等的制度 2013年 日本上市企业中有差不多四分之一 也就是1050家企业 实行股东优待制度 而日本银行的利率又十分之低 即使存入1亿日元在银行里 经过一年时间利息也就2万日元左右 所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因为股东优待制度的目的 而选择将钱放在股票市场里 通骨大叔就是将这一制度 发挥到极致的股民 在投资失利后 通骨大叔将投资权重重新分配 直到今天 他已经是600多家 拥有股东优待制度的企业的股东 而整个日本市场 拥有这种制度的上市公司 也才只有1050家左右 各想而知 通骨大叔从这些公司获得的股东福利 有多么庞大了 于是月曜夜未央节目组 决定跟拍通骨大叔一天的行程 看一下他是不是正如传闻一般 真一分钱不花 结果发现了 通骨大叔的房间里面堆满了杂物 这些杂物 全都是公司送给股东的优待品 从月光米到皮鞋 保温杯 甚至是刷牙到出门所穿的皮夹克 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自费的物品 整个房间就像一个打型垃圾房一样 连钱包里放的也不是现金 而是厚厚一叠的优待券 折价券等等 从此之后 通骨大叔的生活就只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股票交易时间里 进行证券的买卖 第二件事 就是在使用期限之前 把所有优待券全部用掉 在通骨大叔的次元里 这些优待券 就是用他损失的两亿日元交易所得来的 为了不浪费任何一张券 通骨大叔每天以二倍数狂奔于不同场地 于是就成就了他的经典形象 顺带一提 连这台脚踏车也是股东优待品 在节目组跟拍期间 通骨大叔使用了优待券享用了午餐 为了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连吃饭都是二倍数 原本就每天骑着脚踏车狂奔的大叔 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健身房健身 但是本着不浪费一张优待券的精神 他还是去了健身房 结果去了健身房 竟然还是在骑车 通骨大叔还有松竹 东宝等电影相关的股票 每年可以获得大概300部电影的优待券 几乎是每天都要看一部电影的节奏 有时候为了赶在使用期限前 将电影券用掉 还要在一天内看两到三部电影 即使一天都在奔波 已经筋疲力尽的通骨大叔 在电影开播不到10分钟前 就已经呼呼大睡 有一次在节目组跟拍 童骨大叔的行程中 健身完之后下一场是看电影 刚好童骨大叔的脚踏车爆胎 正常人应该会选择放弃电影 将车送去维修 但是童骨大叔却果断地放弃脚踏车 脱着刚健完身的酸痛身躯 从健身房跑到电影院 在童骨大叔的次元里 让优待券变成废齿的行为 才是绝对不可被原谅的 更有意思的是 童骨大叔对唱歌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有KTV的优待券怎么办呢? 当然要用掉啦 然而童骨大叔只唱了一首歌 用不到10分钟就从包厢里出来了 在他的观念里 用掉每一张优待券才是最值得的 不要以为用掉每一张优待券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如果不是童骨大叔超凡的记忆力 对每一张优待券的使用期限 都记得清清楚楚 凡人根本是办不到的啊 而且还要有过人的体力 根据节目组的跟拍 在股票交易日里 童骨大叔一天就要骑行40多公里 而非股票交易日里 更是几乎要骑到60公里 然而他脚下的脚踏车 只是一般的传统无变速脚踏车 骑行速度更是超越了 骑变速车的年轻人 经过骑行测试 童骨大叔的脚力 相当于日本女子 职业自行车竞技选手 不过童骨大叔从将棋名人时期 就已经表现出了不凡的体力 连续5年赢得将棋名人的马拉松比赛 而这个比赛 也因为完全没有其他竞争对手 最终被取消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让童骨大叔爆红的 不是他一分钱都不花的理财技巧 而是他在街头巷尾 骑着脚踏车抱走的形象了吧 这种豪迈的骑行法 也鼓舞着观众的士气 在月曜夜未央节目播出后 节目组收到很多观众的来信 希望能再次跟拍童骨大叔 结果节目组罕见的连续跟拍了童骨大叔 长达7年的时间 从2013年到2020年 播放总时数加起来近10个小时 而童骨大叔也一样成为了 逼近艺人的人气偶像 应邀参加了各种财经节目 争论节目 综艺节目 演讲等等 甚至在独行侠日本首映场时 以资深影评人的身份 与强力代谱交流电影观透感 然而童骨大叔现在最憧憬的就是爱情 为了赶上优待圈的使用期限 童骨大叔天天都以二倍数生活着 而且几乎没有空前的时间 导致他失去了很多与女孩邂逅的机会 不过就在童骨大叔67岁时 与一位寄来粉丝性的24岁女孩 关系越来越亲近 这位女孩也直接表达 想要跟童骨大叔结婚的想法 甚至为童骨大叔亲自下厨 但是职场子的童骨大叔 在对方第一次为他下厨 却直接读舌说不好吃 真是难怪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 可惜的是 这个年轻女孩很快又找到了喜欢的人 抛弃了童骨大叔 两人也慢慢断掉了联系 直到2020年 童骨大叔已经快71岁了 他挺过了疫情对日本股市的影响 个人资产也慢慢回到了2006年 巅峰时期的3亿日元 持股企业也增加到了1000多间 但是童骨大叔的记忆力 却再也不如从前 能记住每一张优待券的使用期限 不过童骨大叔直到今天 依然想往着爱情 还打算购置新家 他一点都不像年纪服输 而且即使手里握着3亿资产 他都每天坚持骑车飞奔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把纸换成商品 希望童骨大叔今后也能飞奔在日本街头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大平台 不是啦 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好了 今天就觉得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 留按赞订阅 以后去最新的影片 当时来拜拜 说实在 童骨大叔和朔月还挺像的 好 小伙子